好了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款是方盒偷拍 这款是玻璃偷拍 这款是芭蕾克天石 多样是液态玻璃 最后一个是矿泉粉偷拍 从包装来看 这两个片子是一样的 但是在不同的地方买的 这个是很精致的小包盒 这两个还蛮特别的 这个底部还有一些蓝色的散粉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填充物 我们喜欢这个包装上面 再来看一下它们的透度 看着都挺透亮的 这个里面好像有点点法治 这个也有 来看一下它们的抗汗能力 这个属于微化状态 这个也是的 这个化了 这个也化了 这个没有化 这个套汗能力比较强一些 再来闻一下气味 这个有一种鲜鲜的味道 这个好像是一股焦水味 这个是一股木鱼鱼的味道 这个没有味道 这个也没有味道 先来看一下这款透彩的手感 特别的软弱 还是先来添一下型吧 现在看还是蛮透的 你看这种手感还是挺柔软的 拉扯性也不错 再看一下这款玻璃脱胎 哇好痛啊 这款你停止之后 手感和拉扯性和第一番是一样的 来剪个小花花 捏法还蛮叠压的 再来看一下这款 加点清清水玩一下 里面的冰的散粉好好看 还是蛮高度的 里面的花板还是换彩的 这个沉压之后还蛮吸收质的 拉扯性的很有力气 再来看一下这款 这个也很透 这个沉压之后手感很刺濕 不过拉扯性也还不错 最后再来看一下这款小花盒的 拖满的只为打印机 泡上看一下 这次感太漂亮了 这次感太漂亮了 靠上好屁 哪在什么像这片玻璃一样 20万元可以容量的 这个帮你还微微的低个光感 哇哇哇好漂亮啊 它们的拉扯性都还不错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们的其他效果如何 第一款快点水偷拍 到了有个三四倍 再来看一下玻璃偷拍的 这个也是三四倍的样子 第三款 奥特天使 当然有个两三倍 中日零件玻璃 当然也有两三倍 再看一下最后一款小方格 肯定有个四倍左右 肯定它们的起码都没有差太多 爸爸现在已经强度特别麻了 那大家觉得更喜欢哪一款呢 现在我们的朋友还要看什么类的 这边叫pk 可以给大家决定的告诉我 我们明天见 拜拜